歡迎收看MCL5月11號賽事精彩回顧 一起來觀賞這天到底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賽內容吧 我們來看到本日第一場比賽 一如前日第一天的賽程 選手們多半捨棄了開場與對手拼槍的跳閃點 反而選擇了較安全的打野戰術 在前期較無太多大型的碰撞 而到了關鍵的縮圈期 愛秀電技台中台子電視隊 展現了默契極佳的團隊配合 順利殺入了決勝圈 雖然不勝喪失了一名隊員 但最後在與TOP電競館一隊的一隻孤狼三打一的碰撞下 使用強拉補包硬扛下獨村的方式 獲得了第一場比賽的吃雞 畫面牽回第二場比賽 這局參賽的網咖選手似乎都心懷 我要殺爆全場的信念 開場光披層就出現了三組人馬的大戰 另外平原上的大型團戰 殺出個騎虎車陳咬金 可讓玩家們看得大呼過癮 旁邊17隊殺出個陳咬金 開車經過還連死人 最後愛秀電競台中坦子電二隊 在擁有較佳的獨圈優勢的情況下 化解掉了對方M24的壓力 並打贏了最終的一波團戰 拿下吃雞 我們來聽聽看他們當下的心情吧 最後一圈方區有一隻M24 有一隻大局在那邊發生 對他們M24有對你們造成壓力嗎 對對他們這種壓力很大 就是幸好後面全是說 都在教我們這邊 最後到了本日第三場比賽 開場雖然出現了全員空降 披層的天女散發幾項 但隊伍們卻全在降落前選擇拉掉 因此並未發生太多人員傷亡 各隊平安開始了收刮物資 全場大概經歷將近十分鐘的風平浪靜 隨後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滿庄拼槍 打不死的蟑螂炒踏電衣隊 在坐擁了極佳的建築區位之後 分批各個收下的人頭 中場以四打一壓制的戰術 拿下了本場比賽吃雞 好開心啊 積極了雙手 蟑螂萬歲 蟑螂贏了 5月11號的前兩場比賽 藉由愛秀電競 台中彈子電的隊伍拿下吃雞 相信後續的比賽一定也能激起 其他網咖選手求生的意志 你準備好為自己的網咖爭光了嗎 更多精彩賽事 請搜尋MZL台港澳網咖電競聯賽 也別忘了使用家被買咖APP預測冠軍 有機會獲得萬元獎金喔 我們下次見